Hello大家好,我是酒爸 我是酒妈 今天九安娜起床心情不错 我们决定在早上就给她洗一个澡 因为一开始她洗澡还是非常配合 很高兴 从二月开始宝宝洗澡就开始害怕了 她不知道怕水还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就趁她心情好的时候给她洗澡 那么就降低她大哭大闹的概率 暖气打开 小月灵宝宝洗澡的话 推荐大家可以去DM或者Hospon买个这种温度计 然后它有这里有一个标识 你就要看到这个温度到了这个KinderBud 也就是宝宝洗澡适合的温度 其实太高或者太低都不好 冬天的话我们的经验是把这个温度稍微高 那么一点点宝宝库的概率就会降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洗澡的时候 在水里会稍微放一些hip的这种油 然后给它起到护肤的作用 因为冬天嘛 否则它的皮肤会非常的干燥 然后就这样放一点点 然后调一调就好了 宝宝今天要洗澡哦 洗澡了啊 好儿哥已经放好了 慢慢下去啊 哎 哦哦哦哦 舒服舒服 不紧张啊 保持冷了 舒服舒服啊 宝宝 宝宝 1 2 4 1 2 4 1 2 4 哦 好 不会冷啊 不冷啊 不冷啊 好像醒了啊 但是它没洗啊 啊 都清我的姐妹吧 清二的 哎哟 宝宝 冷吗 不冷哦 好了 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后 我们终于洗完了 由于有几次宝宝大哭的经历 我们现在每次洗澡 真的是提心吊胆 还有不停的唱 两个人唱二个给他听 不过这次蛮乖的 最近几次都蛮乖的 都没有哭 好像洗完以后 心情也还OK 对我们猜测宝宝洗澡哭 主要原因还是他怕水 我们父母要慢慢的让他习惯起来 对下水要慢 然后我们的经验是把温度 就是厕所里就是你洗澡环境的温度 调的稍微高一点 然后还有一招 对我们宝宝这招很有用 就是要放儿歌和 最好是直接唱儿歌给他听 放在他的注意力 慢慢慢慢的 他应该就会习惯洗澡这件事情了 然后他就不会哭了 宝宝笑一笑 宝宝不高兴了 把他的好心情也洗掉了 替他一招